赵慧脸上略过一丝微笑 缓缓持配徐行 对胡富贵道 这格子编得有意思啊 胡富贵笑道 上次跟您去看海军门营 他的兵都唱这种歌 他能编 咱们也能编 上头搬下来的歌不加长 你跟他说一万遍 慕还恩未设计 不如一遍说风漆音子 剑营中留守大小将官便 艳行序列出了迎接 便住了口 将军们扣千行礼 举臂平凶 以拜倒下去 其叫 给大军们请安 赵慧稳稳重重地下了成绩 对重军将一摆手 难得的一笑说 大家起来 出去将近十天了 这边大营仰仗为耻 回来一路看 蛮好的 我走前递到北京的宝奏折子 万岁爷全部照准 老胡升任左陆军统领 仍监管中军事务 海兰茶现在昌吉 正加紧修成 他的大营半个月后就移到昌吉 他挺了挺身子 宽阔的梅子显得更加开朗 脸上泛出荣光 看了一眼管带军官 目光一划而过 接着说道 这是顶好的消息啊 弟兄们 有海兰茶守昌吉 货吉站退往天山北的路 就堵死了 罗刹国送他一千五百支火枪 还有火药 备服 粮食 就接接不上 反过来 嫉妒在乌鲁木齐 控制住了伯格达山 哈密一条路过来 我军粮道 畅通无阻 万一我军遇到困阻 海兰茶的兵 从沙尔利山口出来增援 三五天就能到达 这次会议就是以这些 海兰茶嫉妒军门 都给我划鸭立了军令状 皇上赏了我许多东西 现在都封在乌鲁木齐 打下金桔宝 货吉站全线溃烂 大局一定 功劳 大家共享 我要请旨 各营管带都弄见黄马挂穿穿 都弄跟孔雀铃子戴的 高头大马 衣锦还乡 抖抖威风精神 比我独个受风受赏 要有意思 要得意 他虽庄重严肃 心思口角伶俐 并不让海兰茶 跟他出征的这些人 有的是金川之义就从了他的 有的是新补进来的亲贵子弟 打苏四十三 平定宁夏 漠南蒙古 横扫千里麒莲山 他和海兰茶 只是部下战神一般 听见名字 就直腿伸脖子 只要行军礼的模样 听他这般鼓动 勾勒那般 一幅容宗耀祖的图画 心里痒痒的 脸放红光 目留神怡的憧憬 跃跃欲试的躁动不安 却是窃他威严 无人放肆 赵慧满意的甜甜嘴唇 点手叫道 张群出列 到 一个年轻千总 答应一声 虎步跨了出来 赵慧突兀的说道 大约 你们没人知道 这是我的儿子 人群中立刻投来一片 惊讶的目光 看看赵慧 再比比儿子 审量他们父子 果真没人知道 他们竟是父子 面面相去间 赵慧又道 打苍尔口 夺大寨门 你斩首十七级 其中有霍吉战的 肖将 乌尔兹 打阿沙木 是你带七十勇士 冲的血路 你有功 我不赏 因为我是你爹 你应该给我 孝敬一点功劳 其实 你的功劳 都在中军账簿子上记着 我想魅 也魅不掉你 皇上有旨 叫进你游击 我暂且还不能奉赵 儿子 你要记得 你是我的儿 待你厚了 没法给我的老弟兄交代 你要心里委屈 可以回北京 你妈那里 他说着 眼圈一有点发红 众人听他这话 心里都是滚烫 张群却不似父亲那般老成 显得有点皮头皮脑的 大声说道 儿子不委屈 力气是奴才 使了再回来 我有的是力气 使劲再卖命 叫皇上知道 老爹有种 亲自封我 赵慧白首道 这才是好样的 归队 从今往后 你和朱将待遇一样 有功赏功 有过 我就圆门斩子 炸 赵张群一路后退 规规矩矩地退回队里 赵慧便命 各管带回去收紧队伍 随时待命出发 明日上午 卯正失牌 游击以上的管带 到中军听我降令 马军们 廖军们 请到我帐中去 老胡到书办房 把这几天 发过来的底报 军机处信函 庭域 都送过去 说吧 大踏步向自己 中军大帐走去 左营督统 马光族 和右营督统 廖花青 紧随着也跟上来 他的中军帐 和季度的规模 格调差不多 也有一架大沙盘 壁上贴着 牛皮纸绘的地图 指他是个惊喜人 卷案上的军报文书 都叠得整整齐齐 插着木签分类 摆放在卷案上 像四库书房里的 一架书 连沙盘旁 没有用完的 绿色白色小旗子裸旗 都码在盒子里 不似嫉妒军帐 那样凌乱 赵慧进来 信手试了一把 木图边上的框子 满意地回到 中间椅子上 见廖花青 马光祖都还站着 一笑说道 老马 老廖 坐 坐吧 刚回自己窝 马上颠得发晕 像是地还在动来 把万岁爷 刺的大红袍 给二位军门漆上 待兵士献了茶 这才将皇上赏赐的情形 和乌鲁木齐会议说了 中间胡福贵进来 也没有做 用小刀子一封一封 拆越信函 比较着看 分门别类 按发函时间顺序 整理好 默默送到赵慧面前 赵慧也不说话 一手端杯绰茶 眼里浏览底报 一手虚暗 命胡福贵也做 他寡言寒语 马光祖和廖华青 还在想会议 攻打金鸡宝的布置 胡福贵也不是 多嘴多舌的人 一时间 大仗里竟无人说话 不知过了多久 廖华青见赵慧 放下亭记文书 开口说道 皇上龙卫一阵 去掉我们一块心病 于中堂我见过两回 怎么瞧 都像乐钦那个熊羊 阴沉得很 我们在前头打仗 最怕的就是 后头有个张氏柜 这一来 就没有后顾之忧了 他在金川之意中 受过重伤 半边脸被鸟冲铁杀 打得麻子一般 唇也打裂了 说话有点口不官风 却甚是清晰 他努力说着 一张熏黑的面孔上 一大一小 两只眼不住的眨巴 略略让人看去 有点可笑 大军们 这个仗不好打的 海军们 纪军们和我们合军 总兵力只是 祸及战的三倍多一点 他动 我进 我们还要留守天山大营 机动兵力 只是他两倍 我们主攻阵营 其实人数上略占上风 照稳妥的打法 确实只能步步为营 但南疆一块 地域太大了 而且敌人有退路 可以从伊犁西逃 在克什米尔西 屯渣游牧 打得慢了 他能逃 打得快了 我们队伍一扯上千里 鬼儿子 拦腰切断 各个击破 我们几个老家伙 就算逃了命 皇上饶我们不饶 他甜甜嘴唇 能不能 再从西安调三万人 给我们守老营 这钱头就能放手了 赵慧一动不动地听着 但廖花青也就这么几句 马光祖的资格 还在赵慧之上 也是老军物 盯着沙盘沉吟道 福四爷带着三千鸟冲队 打剑炉也有几万人马 比起这主 他更是个花钱的手 我们再伸手 要了人 接着又得加军费 马服 资重 凉车是多少若干 仗还没打 又是这一套 别自讨没趣了 仗着我说 派一支千八人的队伍 一扇都是骑兵 我们一边行军 向前推进 一边每天派他们出去 寻找战机 离大军最远两百里 如果接上火 能粘上打最好 粘不上 就退回来 不受敌诱 专门一敌又敌 中军大营护卫 不少于三万人 前锋后卫 最远不过五十里 一旦遭遇战机 就地就能铺开阵打 也不至于被分割了 如果平安到达黑水河 就在河南 把大营截起来 一头令海兰茶 包抄伊丽以西 和岁叶这些地方 季度从乌鲁木齐向南 运动侧影 我们人力 火气 梁莫最强 敌人运动得快 地形熟悉 人自为战 格斗是他们的强 我们的短处是行动慢 身上包袱重 兵是单打独斗利弱 敌人的弱处 使供应不能 如常保障 总的实力也弱 比我之弱 成比之弱 护好良道 稳扎稳打 打下金棋宝 他成了流寇 金弓之鸟 游魂式地绕草原 沙漠亡命 一年之内 这仗 就没打头了 他到底是老中军出身 打仗多吃亏过来的 且是能通览全局 一字一板地说来 都扎实落地 赵慧不禁点头 老马石途 果然说得有理 你说的一千骑兵寻异 明天会议就往下布置 我最担心的是 黑水河南岸地势低 不利于扎营 也要准备着这一条 如果不利 就在北岸扎营 但那样其实是被水扎营 防护上头 就要增加兵力了 这一层 没和海兰茶商量 老马写封信 今夜就送出去 胡福贵在旁插口道 我们的少探 过不去鬼门狱 那边有三十多里的沙漠路 几拨人马出去 都让货极战的骑兵赶回来了 我在乌鲁木齐 遇见过回族里头 弹弦卖唱的 他说 黑水河一带缺水 金吉堡城里 也都是沙土 井上一夜不上盖 第二天就沙土塞满了 所以 还得带打井的家伙 瓦套子什么的 也要拉几套 扎下营来 没水吃 那就麻烦大了 赵慧笑道 我担心背水一战 你倒担心 没有水吃 起身 用肠杆指着木徒道 这里 是金吉堡 这条沟 是黑水河 下游和娃娃河并流 有时分有时河 这水 都是从俄哈布特山 和普罗可奴山上 下来的雪山之水 可要不是冰冻天气 河里就不会没水 有水 有草 马就好办 梁道护好就成 切记 梁道要紧 这是我军命脉 父老公爷带兵 还有前头的老十四王 年耕摇 能打胜仗 头一条 就是护自己的梁道 专门断敌人梁道 护梁的鸟冲不够 要再加一百只 胡富贵喃喃地说道 我也是奇怪 名叫河 还会缺水 可惜那老汉是个瞎子 他说 城里有井 河里缺水 这 真日怪的了 当下四位将军 又议论了许久 从梁末保障到营房造具安排 每人每日凉 多少水若干 沙漠里行军里的水囊 携带行装轻重限制 还有病号伤号医生用药 这是要紧的 赵慧当场写信 给胡广总督乐敏 要他从速预备 又请军机处派人采购云南白药 三七 马驳 毛根等药材 火速运到大营行地 足足议了一个半时辰 因明日军务会议 不宜安排这许多戏务 只好这里降民安排 带留廖马二人吃过晚饭 才领他们回营 胡富贵直送他们出去 才返回来见赵慧 问道 军门没什么事 我到各营去转一砸吧 第十六章 赵将军进兵黑水河 遵地令马踏踹回营 赵慧摆摆手 你留意下 我们聊聊 我们是打出来的朋友 算来也几十年了 不要在我面前 装神弄鬼离规矩 怎么瞧着 你像是有心事 有点中正的模样 还是担心河里没水吗 胡富贵也是一笑 也担心这个 这里和我们中原不一样 你看这阿玛河 这里水汪汪的 留下去七十里 沙滩就河干了 说没水就没水了 军门是个冷人 从来不闲聊的 我也有点奇怪 说着便坐下了 赵慧说 打出来的交情 是二十年前的事了 当时赵慧已经是副将 胡富贵只是个 堪育的老头 阴差阳错 一场官司 赵慧遭难 分拨在顺天府看押 曾被胡富贵打得昏迷几天几夜 赵慧起伏后 专门把他掉进营里 预备杀了出气 听人一句劝 饶恕了他 从那过了几十年 胡富贵就成了赵慧的影子 东征西战 打打杀杀 赵慧办什么柴 都调他去 从不离安前马后 名分上是上下司 情分上 早一同兄弟了 此刻对面误作 提起前情 心中各自都有一份温馨慰藉 赵慧默谋了一会儿 须着气说 这个仗 恐怕是我一生最凶险的了 厄鲁特回部 北有罗刹之耻 西有波斯接应 从大格局上 我们三陆大军 为祸即战 外头又受两国挟制 我打得谨慎 也为这个 而且 只能赢 不能输 他说着 双手对捏的咯蹦作响 胡富贵不安地 动了一下笑道 那时 朝廷已经是 吃奶劲都使出来了 如今财政明面上好 但开销 也比先朝多出十倍 打仗的事 不敢按兵部计算的 军费去资料 单一个金川 兵部户部 各一个说法 各省都府 又一个说法 这个三千万 那个两千万 现在军机统算下来 总共七千万 老天爷 金川才七万人 我们花多少 恐怕更多 这里打坏了 想再重新来 比登天还难呢 他顿了一下又道 不过 像方才那种打法 致不计我们也能击溃性货的 他拜逃外国 还有什么能力 赵慧没言声 轻轻沿桌面 推过一个卷宗 胡福贵迅速看一眼赵慧 抽出来看时 使军机处阿贵 转来乾隆 在赵慧请安折子上的秘语 卓阿贵月后 速转赵慧行营 似此须辞读案 请安折子 朕本安 而欲读 欲绝不安矣 而欲朕安 而不知朕之不安 正在耳呼 原离经时 朕且望而春季奏功 今夏季已将事矣 乃尔尚在阿玛河 群寻不尽 囊其一生 好伴天下之力 且胡广之天理会 穿香之歌老会 闽着之无极白莲 诸邪教 日思蠢动 而非唯不能解君父之忧 老是迷想 反于内事 多有牵扯 是上增朕之律 五夜门心 能自安否 以秋七月为献戒 不能下荆棘之宝 朕即不醉 辱能舔言不自醉否 此等虚映故事 请安之举 是理而非理 不知理之大 要为朝廷刚记所沾 民生之所望 何用日日 以骗之独案呢 可追尽 大 批诺 福日 中文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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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